移民署新竹專情隊日前在一間雜貨店 查獲來名不明的越南製肉製品 之後持續搜索嫌犯的倉庫 以及住家等地 結果又查扣到超過三百二十 公斤的產品 是國內非法走失肉製品 數量最大宗的一次 其中確認有非洲豬瘟病毒的 加上疑似感染的就超過一百六十八 公斤 移民署新竹專情隊會同衛生局 警察局等單位登門搜查 滿滴豬肉製品重達三百二十二點一四公斤 全部被查扣 因為新竹市這間雜貨店的業者 從越南違法輸入肉製品 更創下國內非法走失肉製品 數量最大宗 那裡面有一百一十九公斤雞肉 是我們懷疑與高雄岡山日前所查貨 確認陽性的製品是同一產品 不只走失最大量移民署查貨到 包含越南火腿 脆骨捲 雜肉 肉蔥等品項陸續送驗 更發現至少有六十七點五公斤 驗出非洲竹蚊陽性 加上疑似感染總計就有超過一百六十八公斤 移民署表示很可能是目前國內最大的竹蚊肉品案 而三名傷害人依法被移送新竹地檢署 經檢方訊問後兩名嫌犯交保後傳還有一人無報赤毀 則對這些非法來臺的肉製品都要陌路銷毀 只是走私含有非洲豬瘟病毒 肉品連環報相關單位也已經成立專案小組將繼續向上溯源追查 這次傳訊無家報台北新竹報導 南竹 南竹